古猜,一身的绣面纹体,他确实不凡,难道他是海上弹人的遗族? 明叔说,他也正是如此猜测,虽然现在海岛上还有许多以彩蛋为生的弹民,他们除了捕鱼彩蛋,也做捞青头的勾当。 由于他们水下的经验丰富,依靠原始的装备便能进行打捞作业,所以经常受到打捞队的雇佣。 可是真正的古实的胆人却几乎绝技了,就算还有遗族恐怕也是了若沉心了。 不过,据阮亨生前所言,古猜,身锈鱼龙海兽,那都是得自他亲生的父母啊。 他天生于眼,水性出奇,这绝不是一般的渔民干民所具备的素质。 刚才见他入水救人的举动,如此的迅捷汉勇,那岂是常人可为啊,所以还敢断言他是弹人的后裔。 根据以往的传说,最早在秦汉时代的丹人,满居海上,全靠搏击风浪为生,男女呢,接善彩蛋,其中出乎其类,拔乎其翠的人,在体上变袖透海震图。 这种弹人,男子被称为龙虎,女子称为塔家,那都是龙王于主的子孙后代。 这古猜很可能正是弹人中的龙户。 明书在海上漂泊半生,可他除了古猜之外,就再没有见过世上还有其他的龙户了。 鱼眼古猜身上的文秀刺花,就如同是弹人古老的迷症,纹身的同时可能还在皮肤里下了某种秘药,故死可保得他前海穿波式如履平地,在水下能够不遭海怪所害。 但是,古猜的父母去世较早,这一套流传了几千年的透海震,文秀图案,以及弹人不肯外传的密钥针法,由此彻底实传了。 这古猜呢,恐怕已经是这世界上最后一名龙户了。 弹人中的龙户,塔家之辈,那最拿手的便是关水色石龙居,或是入龙穴夺龙丹之类的七显无比的勾当。 所谓,所谓龙学龙居,那都是寒珠老邦的代称。 其中,关水士学夺丹,覆水寡邦屠龙,那竟是龙户与生俱来的本领。 明书认为,这龙虚之水乱流其多,海底可能有更为复杂的水眼和泉涌。 如果盲目的周旋,那定成死财。 若有龙虎古猜相助,众人在这里,无论是进是退,便都多了几分把握。 我呢,我并不同意明书的话。 这古猜纵然真是诞人中的龙虎出身,天赋异于唐人。 可是他毕竟才十六岁啊,不能让他冒无畏的风险啊,也绝不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责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而且,这明书话里话外的意思,将来还要由他引了阿灵和古猜两个人。 他们的师父不在了,明书希望以后照顾这对孤儿,将来带着他们做些捞青头的勾当。 这些事啊,我和雪梨阳都不能答应。 如果有雪梨阳去找多灵在法国的新人,也不算什么难事。 古猜呢,也可以跟着他师姐一起去法国过安稳的日子。 何必要跟着这老贼明书在海中到处捞青头,到处冒险呢? 我们商量了几句,最终也没答应明书的请求。 见胖子已经用油布裹好了软壳的尸体, 众人呢,就打算趁着水中鲨鱼围攻, 见己经迷的机会啊, 就划着旧生坪前往归须古城的遗迹了。 可是这个时候,归须中的海水已经静于平稳了, 水位不再下降了, 露出海面的废须沉船, 那多的是难以估算的。 各种年代的船体, 残骸都堆积在水里了, 不论是常围俱藩还是机轮舰艇, 只要是遇到海难沉在珊瑚螺旋海域东侧, 便无一例外的被海眼就吸入了归须, 折起沉沙与此。 望远四周啊, 就真如同进入了沉船的牧场, 水下深处更不知堆积着多少船体的残骸和恨天之国的遗迹和废墟了。 水位下降之后, 搁浅在巨石上的海流船三叉戟的旁边, 恨然显露出一艘白色游轮的看守。 看来沉入海中的时间不久, 并不像其余的沉船那样腐朽不堪, 那白色的船体在黑绿色的海水中十分的显眼。 我们在登上救生艇的时候, 都注意到了这艘沉船露出水面的船头。 他看上去好眼熟啊, 很可能还正是我们搜寻的玛丽仙奴号。 出海捞青头之前, 雪丽仙准备了关于玛丽仙奴号的各种照片和资料, 此时赶紧取出来驾驭对照。 我们发现各项特征一意吻合, 这艘游轮远属南阳某位富豪的并不太大, 此刻船尾朝下倾斜着就没在水里了, 船底可能被水下突起的某些东西给拖住了。 众人发现了再有秦王赵古镜的沉船, 是不由得都停下事里了。 要捞秦王赵古镜这件大青头, 也许只有现在这一个机会了。 不过我们眼前的处境是自身难保, 说不定海眼还会再次吸渡海水或者是烧起阴火, 那水下地形复杂, 潜流暗涌遍布又有鲨鱼出没。 将潜水进入沉船, 那需要冒极大的风险。 我在心里暗自孤灵了一下, 我觉得可以冒险试试。 谋事在人, 城市在天, 归须全凭阴火燃烧后聚机的海气支撑着。 但看罗咸珊湖海象反常, 恐怕南海在海中的这条鱼脉龙气将近, 这里早晚会被汹涌的海水给吞没。 等到沉船被岩层压在海底, 那就永无再见天日的机会了。 此时若是犹豫不前, 那将来肯定要追悔莫及。 想到这一层, 我就咬了咬一咬, 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拼命克服了。 一个字, 老, 事不宜迟啊,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我迅速给众人布置任务。 我觉得明书一贯对彩蛋事业心怀不满, 妄图破坏战民们伟大的战略部署, 所以他得跟我下水, 我走到哪儿就得把他带到哪儿。 明书一听又要冒险潜水了, 他差点跪在地上求饶了。 这老贼啊, 他当真是金华至极, 他知道求我跟胖子都没有用, 就去求雪梁, 让他留下看守软痕的尸体和青头祸, 保证万无一失。 家有一老, 卢有一宝, 大捞队谁都可以没有, 唯独离不开他这位老船长, 大捞队绝对不能没有资历够老, 经验够丰富的海市顾问, 既然顾问是专家, 那就不应该加入行动组啊, 而且必须是留在安全的区域, 为行动组提供各种技术情报的支援, 帮忙制定战术的计划。 雪梁阳心软呢, 他见明叔一副可怜线, 就对我说, 算了老活, 明叔一把年纪了, 就让他留下照顾多灵他们吧, 在这里潜水危险无比, 你啊, 最需要的是一位海军侦察员, 还是我跟你去吧, 我, 我只好同意了, 还是我们这伙摸金校尉, 一同行动, 彼此互应, 协同皆有默契, 这水下的情况再怎么复杂, 那也能应付他, 大不了退回了再想办法, 决定之后, 我就和胖子去搬装备, 准备潜水, 打捞这秦王赵古镜, 我们正忙着收拾器一些, 这古才忽然挺身而出了, 问明叔借了瓜棒的龙虎短刃, 他说, 胆民除了彩蛋, 那就是在海底捞青头, 他虽然也是新手, 可是软盘一死, 他不愿意众人拿他当个不顶用的半大小孩, 希望能够代替他的师父, 多少给打捞队帮上一点忙, 也好让师父在天之灵安心, 我看着他那赤裸的脊背上, 那一身古怪的透海震的花纹, 我知道他水性朝群, 可拨蛟龙, 这些海里的勾搭, 纵然是我跟胖子等人, 那都比不得他, 他既然有胆略, 肯出手帮忙, 对我们来讲, 那也是个极好的帮手, 我当即答应, 但是嘱咐他, 不要擅自行动, 在水下, 是进是退, 那由海军侦察员, 雪丽扬指挥, 我们四个人带上那蛙镜, 正要下水, 雪丽扬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潜水之前还要再次盯住, 如果真能在马利先龙号找到秦王赵虎镜, 千万千万不可以净被赵人面目, 否则非死其伤, 雪丽扬突然提及秦王赵虎镜的净被不可以赵人, 我才想起了在北京的时候, 陈教授特意找到我叮嘱过这件事啊, 不过出海后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川老大软和又刚刚搭上了姓名, 所以呢, 我一时就没能够记起来, 我只顾着尽快地下水, 捞出沉船中的青铜, 但是秦王赵虎镜那同时又是一件举世无匹的国宝啊, 从春秋战国到秦皇汉武之时, 中国有数十面颇具传奇色彩与神秘色彩的古镜, 其中呢, 以秦王八戒最为著名, 那都是传自战国时期的, 换说古时有一净潭, 潭水既深且忧, 水中常有红气变幻, 其中产于疾风, 当地的百姓都以捕捉潭中的渔群为生, 一年到头呢, 不愁吃喝, 忽然一天风雷交作, 有一道白红刺天空落入了潭中, 从此以后呢, 这潭中的渔群就绝了忌了, 连一条鱼都没有了, 水性极佳之人就覆水寻找这渔群的东西啊, 可无论下去多少人, 一概是有去无回, 渔人无扑大害啊, 为查出了根源, 想尽办法是穷洁了潭水, 最后在潭底见到了一尾大连羽, 变身玉林, 好像即将行炼成精了, 他将潭底的水族是不分大小, 全部给吞吃一空了, 渔人们将炼鱼杀死, 开膛破素之后, 在渔腹中发现了无数腐烂的死人死鱼, 分解尸体的时候, 有人在无意中就找到了一面古镜, 镜背可照是人体四肢百害, 五脏六腹血脉流动是历历在目, 都视为至宝啊, 随意献于上, 后来秦灭六国呢, 这面赵古镜便被收入大秦的尽中, 史书称希为秦王赵古镜, 关于赵古镜阵诗的传说, 不见正式奠基, 不过这面古镜确实真有器物, 几经辗转呢, 最后随着马力仙奴号就沉入了归西的水中, 如果能够打捞出来, 他将是秦王八镜中唯一还完好保留在世上的, 无价之宝啊, 我在这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 我迅速把陈教授曾经提到过的关于秦王赵古镜的传说就给挥放了一遍, 不管怎么样, 这次既然见到了陈船, 就该竭尽所能捞出里面的青头, 否则这件古镜就将永无重见天日的机会了, 这也算是我们还了教授的一份人情, 至于陈老爷子拿了秦王赵古镜他会不会倒霉, 那不是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把这些事挑重要的对胖子和古猜说明了一下, 让大伙做好应付意外发生的心理准备, 众人穿戴好潜水的洼具, 背着水费整装带发, 我看了看雪丽阳, 问他是否可以开始行动, 雪丽阳点了点头, 对我们这个潜水小组的成员说, 大伙记住三件事, 第一, 水下环境复杂, 不要贸然激进, 第二, 一个跟着一个纵对行进, 间隔半米到一米, 第三, 注意安全, 不要逞能, 我当时就没有反应过来, 雪丽阳是在说我和胖子不要逞能, 还以为他不放心骨猜呢, 我就拍了拍骨猜的脑袋, 脾醒龙库骨猜说, 听见没有, 说就是你, 不要再搞什么个人英雄主义, 你呀, 你就好好跟着王胖, 给他当个帮手, 搬运水下拆破的器械, 他会为你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 总之, 他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他跳楼你都得跟着, 听见没有, 胖子也对他说, 不是, 本司令位, 经常强调, 是吧, 局部服从全部, 个人服从集体, 这是我们摩金校尾这一光荣集体, 一贯的优良传统, 你小子这个彩蛋的蛋民, 可不要给我们这只光荣的队伍抹黑, 骨猜抓抓脑袋, 他似乎听不懂大伙在说什么, 只是连连地点着头, 表示他跟着潜水组绝不会擅自行动, 说完呢, 众人便按下了挖镜子, 一个接一个的就下了水了, 在潜水侦察经验的雪丽扬打头的带领之下, 我提着水下探照灯紧跟在他的后边, 然后是骨猜胖子, 四个人紧紧相随, 顺着马里仙奴号沉船的船舷就潜向失水了, 按照预先设置并演练过的部署, 潜水组的成员是各司其职, 雪丽扬提着鱼枪在前面探路, 我在后边以他的行进方向用探照灯照明, 在我的后边胖子则携带着液压分离器等水下的破胎工具, 临时加入的骨猜并不习惯携带水废, 他赤裸的上身紧着一条贴身的半腿的皮裤, 他也不需要挖镜和挖泊, 他的嘴里横了一把龙虎短刀, 他的手里拎着工具箱, 他的腰间挂了一罐厕杀剂, 以及淡民们换气用的气罗, 他凭这种简单的装备就可以在水下活动一两个小时, 而且即使潜入深水, 返回水面, 他们也不需要减压, 它就像是海底的鲸鱼似的, 不会受到潜水病的困扰。 一入水中, 雪里阳就在沉船帮稍不停留, 他探出手, 掌心下压, 向前方横向轻轻一败,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扶着他的肩膀, 在他的身后将拨在冬之旋的光束射向漆黑的一片深水, 光线到处, 只见水底竟是粗大的石板, 锯砖, 林立倒塌的废墟, 似乎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是被海眼吸进来的遗迹, 从水底看, 有相当的废墟, 那先前就是建在这龟虚海凳之中的, 不过几千年下来了, 那都被海水和从海洞里卷进来的东西砸得是防倒污塌, 面目全非, 我想这些古老的巨石建筑, 那也许就是为彩蛙龟虚中的阴火矿石而建造的, 在这片遗迹之中混杂着大量的沉船的残骸, 有的大船沉在水里头, 那深满的秀石, 也有的附着着无数的灰白的死珊瑚虫和船底塘壶的尸壳, 如果说每一艘沉船都是一座海底的坟墓, 那么断裂的石柱石板, 这些他的猛恶, 鱼龙脚泥等水族那是皆莫能敌啊, 深海之巨蟹及熬虾, 大如车船, 就算是被视为龙王爷的海蛇海蟒, 被他们的钳子夹住, 那都性命难保, 对于体积稍小的潜艇啊, 那深海的巨大的熬虾, 甚至就能够一钳子就把他们给夹断了, 我用探照灯扫尸了两遍, 没有见到有明书所提及的断船巨蟹, 我暗骂这老贼, 都在那儿怂人听闻, 众人看明了地形, 便互相打着手势继续下践, 马里贤怒号叠压在一片废墟之间, 船体倒歇, 船尾撞入了一艘古代木船的舱体, 按照船体结构图上的信息, 我们计划直接潜到接近船尾的底部货舱, 寻找装在里面的秦王照顾去, 可是在接近沉船中部的时候, 就感觉这身边的潜流就开始加大了, 这身体不由自主的就往深处卷, 那艘古老木船是一艘大富的货船, 它沉下来之后, 可能正好堵在了一个海底炫涌的洞口了, 木船船体所使用的材质呢, 是木料中的上品, 在海底这么多年了, 都没有烂, 但此时, 也快被沉重的游轮给压垮了, 下方是潜泳非常的强啊, 那水流卷着一股黑色的水旋使人难以承受, 我们赶紧抓着玛丽仙奴号的船侧的铁栏杆, 这才把身体给稳住了, 雪丽扬让我看了看水压计, 显示当前的深度为7.5米, 它回头做了一个15的手势, 预计水深15米以下, 那将不再安全, 所以潜水组的活动范围必须在水下15米之内, 取消了直接潜到船尾进入货舱的计划, 临时调整方案从船体中部进入船舱。 我们拽着船栏下潜到十余米深度的时候, 终于在沉船上发现了一个适合潜水员进入的地方, 这船舱有一道舱门开着, 里面黑漆漆的住满了水, 不过一株海底的灵芝珊湖就卡在了舱门上。 灵芝珊湖是海石花的一种, 比较常见的还有牡丹珊湖、 鹿角珊湖以及蔷薇珊湖, 它们的纸籍都非常的艰固, 不过这种东西还是挡不住水下破拆利器的金刚石的炼锯, 我对胖子招着招手, 让他换到潜水族的前面。 赵家伙, 切断插入舱门的, 淋出山湖, 其余的人呢, 肩并肩地就排在他的身后, 戒备水下, 用鳄鱼来袭。 由于事前准备的充分, 不到一会儿, 潜水子就成功地破门而入了。 游轮内部的船舱通道并不狭窄, 不过此时船身轻覆, 内部的墙壁地板颠倒错位, 参照物的变动给人造成了一种天悬地转般的奇怪的错觉, 感觉是异常的狭窄和压抑。 我们进入了沉船的那一步, 虽然避过了船外潜流的干扰, 但是舱中错乱的空间感, 也给寻找目标和位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不得不时时地在沉船中停下来, 反复对比船体结构图, 判断出前进的方向。 沉船中有些区域受到的撞击和挤压, 内部的金属构造已经扭曲变形了。 船里飘浮的杂物, 那更是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了能见度。 沉默的游轮马利仙奴号里边, 充满了死亡和阴暗的气息, 偶尔有些形态奇特的海鱼游进游出, 那也是一副木然的神态。 似乎他们并不怕潜水员。 我一边在船内的通道里摸索, 寻路, 一边寻思, 这船里是不是还有船员没来得及逃生呢? 他们是跳海了, 还是随着这个船一通葬身海底了? 这半天也没见一个死人呢, 恐怕沉船的时候这尸体啊都被水流给卷走了。 有雪丽阳带路, 我也无需再多费心, 就这么胡思乱想的跟着潜水组, 在沉船的若干层舱内, 曲曲弯弯, 抖转舌形的向货藏缓缓的移动着。 忽然胖子在身后拍了我的肩膀一下, 我以为身后有情况发生了, 我急忙拽住了前边的雪丽阳, 潜水组顿时就停下来了。 由于沉船中没有任何光线, 我们已经无法只依赖一盏强光探照灯, 每个人都各自打开了潜水手电筒和身上的挂灯, 四个人靠着铁壁并排着停住。 我转身一看胖子, 见他对我们指的指, 通到侧面的一个舱门, 那舱门半开半合, 门缝处夹着一个人的手臂, 那只手几乎就剩些骨头了, 还有两三条小鱼围在附近, 啃咬着那手骨上仅存的那么一丁点碎肉, 单是一条死人胳膊, 那显然不会吸引胖子的眼球的, 那白森森的腕骨声, 还套着一块明晃晃的金表, 那表盘上还嵌着许多钻石, 在幽暗的水下仍然显得是格外的耀眼。 这手表达成是瑞士铲的名表, 那个时候也只知道瑞士手表值钱, 单看材料, 要真的是黄金相钻, 就肯定是价值不菲啊, 那不是一般的船员所能带得起的, 这个鸽背, 这鸽背不是船上的, 他是不是船上某位富豪大亨的呢? 我心想了, 这块钻石表应该也算是青头货啊, 我们现在既然做了蛋民, 这蛋民除了彩蛋, 那就是捞青头捕鱼啊, 不能不顾正月啊, 见了沉川中的青头, 天有不娶之礼啊, 贪污浪费, 那是一种极大的犯罪啊, 对不对? 我们当然不能明知故犯啊。 邝子兴急, 不等我们回应, 他只把潜水组刚刚拦下, 便一直就游过去, 去落那个金表了。 一扯之下, 连戈北戴手表, 竟全从仓门之中, 一下就都给拽出来了。 原来那个手臂和死者的躯干早已经分离了, 不知是遇到海难的时候意外所致, 还是在沉船里被鳄鱼咬断了。 趁着胖子从断臂上摘线那个金表的时机, 我低头看了看塑峰中的图纸, 这个有断臂的房间, 它似乎正是船长室。 如果在里面能够找到底舱货柜的钥匙, 那正好可以省去水下破拆作业的麻烦。 沉船在水底废墟中的位置那是非常的微妙的, 如果受到的外力太大, 很可能就会随着乱石的倒塌和断裂, 甚至陷入深水了, 那可就击手了。 想到这儿, 我对雪里扬一招手, 带头潜入了这间船舱, 侦查了一份。 我推开舱门, 房内水中的颗粒杂质非常多, 在门前用潜水手电四下一招, 也瞧不醒什么, 只好用手在墙上一撑, 全着身就进入了房间。 船体破损的, 使得这里拥进了许多的沙子, 到处都被乌蒙蒙的遮盖住了一层 粘稠细软类似盐鲁般的泥沙。 我随手在斜下方的墙上一抹, 我就将墙上一溪有根, 晃动的人影。 我心里一惊, 这墙体中怎么会有人影在晃呢? 待要再仔细看, 忽然觉得身后的水流异动, 我赶紧回头看, 只见胖子等人的身上, 更似涌出一股股的鲜血, 血,血物就混在海水之中, 快把整个的船舱都染红了。 玛丽仙奴号船体的倾斜角度 大约是四十五度。 我们在水下向船体后部移动, 便要不断地牵向鞋下方。 我摸索着进了船长室, 我忽然发现身后的同伴, 身上就涌出了鲜血, 我在看自己的身上, 也是如此, 好像在不知不觉之间, 被人在腰上就割了一刀, 那血水如同一阵红雾就升腾向上, 在狭窄的船舱之中, 当时就把水都染红了大半。 这水下的环境, 本来就容易使人心里感到压抑, 一见身上出了血了, 众人无不害意, 而最奇怪的是, 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什么时候受了伤, 也不觉得哪儿疼呢。 若说湿血过多导致身体麻木, 那也绝不会这么快呀, 何况流了这么多的血, 我这头脑怎么, 仍然清醒啊, 我并没有大量湿血产生的眩晕感呢。 我们这只潜水小组稍一荒乱, 便发觉身上流出的鲜血, 大有蹊跷。 随即镇定下来, 各自在身上查看, 血历阳最先发现, 他摘掉腰间装有防沙剂的罐子, 那一股股红色的水流, 都是从罐中冒出的, 不小片刻, 里面的驱沙剂, 便全部被海水化为了鲜血一般的液体, 罐子里面彻底的空了。 我和胖子古猜三个人也都扯掉了身上的驱沙剂, 秘方配置的丹丸, 同样是画得不剩什么的。 看来大事不妙了, 在水下沉船之中, 竟然失去了防御鲨鱼的屏障, 可是大伙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除了古猜之外, 其余的人都带着挖镜水废, 看不到脸上的表情, 但是估计都跟我的感觉差不多, 除了三分心惊, 更有七分的差异。 翻山道人在海中彩蛋寻珠, 为了对付水下复杂恶劣的环境, 逐渐掌握了一套填海的方术, 有这些逆树为辅, 在风浪湍急的大海之上, 也如行走在他们最熟悉的山中, 所以此门方术换作 斑山填海, 这是一系列秘方, 法门, 绝语, 器械道具的总称, 这其中仅驱杀一项, 便有若干种法门。 不过, 雪丽阳能够查得到, 并且能够实际运用的, 那只是用雪虾末与丹沙等物混合提炼出的驱杀剂。 雪虾末是一种山里产的地瓦, 丹沙既是珠沙, 乃是水银的原生矿, 色是红, 混以药物配置出凝固的丹丸, 在海水中会逐渐乳化, 产生一种暗红色的液体。 在正常情况下, 每一罐都能够维持两个时辰。 用现代的时间单位来说, 那就是四个小时。 而此时海水涌动, 早将舱内红色的药水稀释得干干净净了。 我赶紧对其余的三个人打个手势, 趁着入水不深, 迅速原路退回, 回到搁浅的三叉几号, 重新装备驱杀剂, 然后再到沉船里打捞秦王少古镜。 雪丽阳和胖子会议, 转身就要从船长室的房门出去。 可古猜呢, 他跟我们缺少了默契, 他在最后, 他正好把门给堵上了, 我只好准备推着他往回撤。 我刚把这半截身子探出去, 如在潜水手垫的光束之中, 我就见到了一头大鲨鱼, 就从通道里就游进来了。 我, 我啊了一声, 我险下把呼吸器都从嘴里给吐出来了。 我冒出了大团的气候, 这可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呀, 这驱沙计他刚刚失去了作用, 这鲨鱼就前后脚就跟上去了。 这古猜大概是由于他师父刚死, 心神有点恍惚, 或许是心情抑郁, 激发了他骨子里遗传淡人的那种原始的蛮性。 在海里啊, 他就想见点血, 他冒冒失失的抄起了龙虎刀, 就想拖过去去宰那个鲨鱼。 我怎么能让他胡来呢? 在狭窄的船舱的通道里, 宰一条鲨鱼, 对他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这血腥会引来更多的恶杀呀, 被转进归虚的绝境的鲨鱼数量不少, 它们大多在海底废墟和沉船的残骸之中搜索着食物, 而且鲨鱼不喜欢月光, 水面, 那些阴火矿层发出的光线会使它们焦躁不安。 一旦捅了马蜂波, 这大伙都得在水下喂了鱼, 于是我一把就拽住了骨菜的胳膊, 把他扯回了船长舍。 通道中的那条鲨鱼被我们嚼起的水流吸引着, 这尾巴一摇, 就在水中朝着我们就扎过来了。 这鲨鱼的速度是真快呀, 那个速度不让鱼雷, 他眨眼的功夫就到了眼前了。 相比起来, 这潜水源在水下的动作那就太慢了, 我想缩回声, 根本就来不及了, 我正要去摸潜水刀相拼呢, 胖子在身后拽着我的腿向后就拖, 把我拽进了室内, 雪梁眼鸡手快趁机就关上舱门。 一时之间, 我们四个人又被困在了这狭窄倾斜的船长室里了, 就连转湿都不方便, 就如同被关进了一个注满水的钢铁的棺骨。 不过仗着水费中氧气充足, 破拆的装备精良, 而且抹尽效尾对密室幽闭恐怖症的先天的免疫力, 所以并没有感到过度的紧张和绝望, 但是压抑的心情还是避免不了的。 我用潜水手电绕湿着四周, 想看看这破损的船舱里是否还有出口, 一舱之隔呀, 外边就是龟虚中的海水, 船体沉没的时候被扯开了一个窝口, 也许骨材可以钻出去, 可是其余的人就算是不背着水费, 那也是很难通过的。 我让胖子试试能不能用液压破拆器把这个破口再增大一些, 外边水流虽极, 但是只要攀住船体, 那也能潜回水面。 胖子举手答应, 从骨材两个人一起进行着破拆。 这个手, 水利昂在我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两下, 让我看斜下方的躺避。 骨盖在那上边的泥沙已经都被水量抹去了, 底下那是因为很大的镜子, 镜体的一部分已经破碎了。 潜水员身上有光源, 在镜前一照, 就见人影和灯影随着水波起伏重叠, 这光源扭曲的情形也真让人觉得心中发毛。 我心想啊, 也许是这满脑子都是要找秦王照顾镜的事情, 导致看见什么镜子都感觉颇为古怪了。 不过, 这船长室里有这么大的一面镜子, 倒确实很不对劲。 难道那戴着大金表的船长他的生前很喜欢照镜子? 他即使出海航行, 也要不时地对着镜子整理整理自己的仪容。 再看, 这镜框虽甚是古朴, 都是雕花的红, 形态虽是典雅, 但是不符合这艘游轮的现代化的特征, 与仓内其余的奢华的物品那是很不搭调。 沉默的玛丽仙怒号中, 充满了死亡和阴暗的气息。 为躲避鲨鱼群的袭击, 众人困在了狭窄倾斜的船长室, 竟发现了一面古怪的镜子。 鬼吹灯第二步, 南海归须, 正在播出。 我们在沉船里, 看到了一面奇怪的镜子。 镜块都是雕花的红木, 那形态虽是典雅, 但是很不符合这艘游轮现代化的特征, 与仓内其余的奢华的物品也很不搭调啊。 我看的是莫名其妙。 我侧头看了看身边的雪丽阳, 她对我也摇里摇头, 表示她也不明白。 哎呀, 这面镜子它虽然古怪, 但是看不出什么名堂。 我心想啊, 只要有隐患, 就应该趁早把它给抬除了, 于是我就想把这面镜子彻底把它给砸碎了。 我正在这时, 这舱里的水流涌动就加剧了, 胖子已经把那个窝口给拆大了, 它像一张大嘴似的咧在那儿, 它对我们一挥手, 就要当先出去。 忽然间, 一头锯齿沙, 就从外边水里就钻进了船身的窟窿里了。 那锯齿沙在水里的劲儿啊, 齐大, 一头就撞在了古猜的身上, 把他从船舱靠外的一侧就撞到了内侧。 明师不说, 古猜是古时诞人中的龙护, 他的身上有透海震护着体, 以象征为龙林之鼠, 水中的鱼龙了, 皆不能伤他。 谁料啊, 他竟被鲨鱼袭击了, 幸亏我刚刚没有让他独自去斗杀通道里的另一条鲨鱼, 否则那又要损失人手了。 所幸, 这鲨鱼的嘴啊, 都生在腹面, 他穿过船壁进来伤人, 他的身体并不灵活, 这古猜猜没有被这个鲨鱼咬着, 他自幼跟师傅软侯在海里采鱼摸蛋捞青头, 他颇见过些水底的场面, 虽然事出突然, 但是仍能够镇定自若, 他的后背撞到了舱门, 他的双脚在壁上一点就活像一尾灵活的黑海豚, 闪入了沙头袭击不道的舱里的死角了。 这巨尺沙突然出击, 他没能够咬到活人, 反而被卡在了船壁的窟窿里。 可能这巨尺沙呀, 他也没有料到这种事情, 他有点发懵, 他这个沙头连着摆动, 也不知道他是想钻进来啊, 还是打算抽身再回去。 胖子躲在了侧面, 见这巨大的沙头在他的身前, 晃过来晃过去, 这位置十分旧手, 正好他手中的金刚石的炼锯还没有放下, 脚底下一踩, 这液压泵就抖开了炼锯。 把他在大兴安岭插队的时候, 这巨木头的手艺可就施展出来了, 把那凶残的海底霸王巨尺沙就当做了一段横倒着的原木, 从中就锯了个痛痛快快的。 青钢石炼锯, 拆铁解铜都不费事啊, 啊? 锯齿沙鱼这个血肉之躯, 又怎么经得住, 他在身上拖个三五来魂呢? 这诺大的沙头啊, 顿时就被齐刷刷的给锯断了, 就滚进苍岭, 就失去头部的后半截的鱼身子呢, 就像一大截木头, 随着水流就飘进了乱石的废墟, 刹那间, 舱中血水弥漫, 这世线全被浑浊的血雾给遮挡了。 要不是在水下不能说话, 我早就破口大骂了, 这胖子, 他只顾自己一时痛快, 被他锯掉的鲨鱼头里边冒出了滚滚的血水, 那浓重的血腥定要招来附近的群杀。 我想到这儿不敢怠慢, 我急忙摸到了沙头, 我合着时抱住, 就把他给推出了船外边了。 锯齿沙的头颅刚刚飘到了外边, 就被几条鲨鱼是争枪私咬。 鬼须之内, 水流湍急紊乱, 而且被寒眼转进来的海兽海鱼各种各样, 种群和食物链全部被打乱了。 这恶红了眼的鲨鱼更是见什么就想咬什么。 我透过舱体, 看见船外是全鲨鱼急啊。 这鲨鱼在水下凶暴残忍, 那岂是人能锁敌啊。 我赶紧同雪梨阳把船长室中的书桌面板给卸下来, 就挡在了船体的窟窿上, 以免再有鲨鱼愁冷的钻进来。 这个时候, 市中的沙血渐渐的就消退了, 众人暂时松了一口气, 但是前后都被扼杀所组。 潜水族已经完全置身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窘境之中了, 沉船内部的那条大鲨鱼少说也有五六米长, 大的惊人, 但我并没有来得及细看它是什么种类。 我和雪梨阳绞尽了脑汁, 回忆班山填海中驱沙树的相关的记载。 沙鱼种类甚多, 背弹色灰, 腹部雪白的是大白鲨, 体型细长, 皮色橙蓝的是青鲨, 背部如茶色微红, 体色有红斑的沙鱼叫做虎鲨, 腹部左右有锯齿状突起雾的是锯杀, 也就是刚刚被胖子活切为两段的那种。 有种头部有横骨的, 做钉字形的, 眼睛长在两端, 相貌十分古怪的是双脊杀, 以这几种在海底最为倡见。 此外还有许多的异类, 虽然习性会有不同, 但在闺序之内似乎这几种鲨鱼都有。 它们砸处, 盘踞在沉船和死珊湖形成的洞穴的缝隙里, 促起相攻, 没有了驱鲨计, 实在是难以防范。 古猜这个时候对我们打着手势, 苍文外的那条巨鲨那应该是虎鲨, 在狭窄的船舱的通道里, 它是根本就施展不开的, 此刻就可以出去把他给杀了。 他说着, 用龙虎短刃在水中比划着, 他的神色间透出了十足的凶汗, 和在陆地上呢, 简直是判若两人。 我心想, 这古猜要真的是龙虎, 凭着遍体龙塔透海镇的花纹, 可可以纵横海底往来无碍啊, 自然是可以让他单独潜回水面了。 啊? 取了骑鲨计, 再来接应我们。 可刚才他刚刚受到了巨齿纱的袭击, 看来, 古诞人的那套神秘的纹身, 那也只是在传说中历了, 割到现实里未必好事。 他先前覆水救回了软盒, 恐怕那也是一时的运气。 我只分得清楚, 这水下的鲨鱼有多厉害, 我怎么敢让他冒险出舱呢? 可是古猜呢, 他不知道我的想法, 见我不答应, 又对雪梨阳和胖子匕首画脚的, 想要从沉船中游出去。 我按吗? 这海上的蛮子, 它怎么如此缺少组织性、 距离性啊? 看来, 在潜水之前, 我告诉他的话呀, 那都是对牛弹琴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忽然发现, 古猜的身上好像 粘着一层东西, 把他身上的纹身都给遮挡住了, 昏烂的水中看不真切。 我急忙到他的进前, 在他的背上用手这么一抹。 潜水手套上什么也没有啊, 而古猜的后背的纹身 确实是被一层黑色的物体给盖住了呀, 那些黑色的海水 像是有粘性一样 就附在了他的身上, 有形无质。 我心里一惊。 在福建沿海, 多有黑色海水, 粘住渔船和船员的船数。 海底是个神秘莫测的环境, 摩金校尾那套手艺, 这海里可就玩不转了。 天知道我们在这个沉船里 会遇到什么。 我想把这个情况让古猜知道, 可能鲨鱼过来袭击他, 就是因为他的纹身 那都被黑色的海水所粘住了。 于是, 我把他拖到那面大镜子之前, 背对镜子, 让他回头看镜子中自己的背影。 我还没等古猜回头看镜子里, 我借着潜水手垫的光亮, 在水影的晃动之中, 见有一个身形魁梧, 满脸落腮胡子的男人, 混在我们当中。 他模糊的身影并不清晰, 不过手上那金光闪闪的手表, 却是格外的显眼。 我心里都猛然一阵, 我不由自主地向后退, 就带动了身边的水流, 那镜中的影子, 也因为水波的紊乱, 被搅得模糊不清了。 我想让其余的人注意到这一危险的情形, 可没等我接下来再做出别的举动, 便有一条体型细长的青沙, 从堵住船体窟窿的桌面下就溜进来了, 他兜头就撞在了雪梨阳子身上。 青沙体型虽小, 可是在水下被他咬一口, 谁都吃不消。 雪梨阳正摁着那块木板, 只见青沙窜到了近前, 只好闪身去躲。 我见青沙如影随形地, 追咬着雪梨阳, 在狭窄的仓室之中, 我们四个人几乎是, 摩肩皆肿, 躲开第一线也躲不开第二线。 我只好和胖子分别拔出潜水刀, 朝着从身前游过的青沙就刺过去了。 但是, 人在水里边, 那行动都缓慢了, 如何刺得到灵活异常的青沙呀? 那青沙形如闪电, 从两柄插落的潜水刀下就快速地穿过去了, 一眼看就要一口咬住了雪梨阳的尖头了。 雪梨阳就退到了墙角, 室内狭窄, 无法使用鱼枪, 他只得把出潜水刀倒卧在手里, 准备跟油过来的青沙就拼了。 在这危急之刻, 骨灾, 祸得挺身向前, 那青沙游动的速度虽快, 龙虎在水中的身手更快, 那手中刮荡屠龙的龙虎短刃地出, 将油向雪梁的青沙就结了个正招。 那铸满鱼龙临闻的青铜胡刃, 虽是称为短刀, 实际上比斩鱼刀那也小不得多少, 连饼带刃也有成人的半条手臂的刀断了。 刀头呢宽阔弯曲, 非常的锋利, 利刃时寒光闪现, 刀锋到处, 顿时就刺入了青沙的体内, 那浑浊的血液滚滚地就冒出来了。 那青沙甚是凶悍了, 虽然被利刃几乎戳了个对穿, 但是并未当场毕命, 他疼得垂死挣扎, 那力量特别的大。 这个时候就算我和胖子加上古才三个人一同出手, 在水底也摁不住这条体型不大的鲨鱼, 只见他身躯翻卷, 拼命地扭动。 这古才也真是海上的蛮子呀。 到了这个时候, 他还不肯撒手放开短刀, 身体那也被青沙在水中就给甩起来, 人和青沙就都撞在那面大镜子上, 把镜面撞得个粉粉碎。 骨猜趁机揪住了沙旗, 抽出了龙虎刀, 手起刀落, 又连接在青沙的腮上连出了副刀。 一股股的血水涌动起来, 那凶恶的青沙拼命地扭了几下, 终于失去了生命的鲜活的力量, 软塌塌地就死在了龙虎骨猜的刀下了。 我见骨猜这屠杀的手段力所致极, 这绝对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那不是现今一般淡民所能及的。 我心想啊, 算你小子够狠。 这个时候, 眼瞅着沉船外的鲨鱼, 是越聚越多了。 区区的一到木板, 那根本就阻挡不住了。 只好先将那些死掉的青沙的尸体扔出去, 让他们自相残杀。 看来这件船长室是没法再待下去了, 而且困在这里的时间越久, 对我们越是不利。 趁着水费尚且充足, 只好到沉船中再寻出路。 可怜在骨猜纹身上的黑色的海水非同寻常, 必须尽快想办法帮他摆脱掉。 我对众人指着这船长室的舱门, 大伙儿都知道舱门外的通道里 有一条体型硕大的巨杀在游荡, 不知道他是被困在了里面, 还是特意钻进来猎石, 总之, 他的存在, 那对我们是一个绕不开的障碍。 一旦决定夺路而出, 我便抓过地上的鱼枪就来到了门前, 砰, 携带着照明灯和破拆器, 紧紧地跟在了我的身后, 雪立阳拿了另一把鱼枪断后, 我们这会儿摸金校尾, 彼此之间那是互有默契的, 不需要过多的交流, 便已经展开了可进可退, 互相依托的队形了。 只有古才, 他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他愣头愣脑的不知该干什么, 雪立阳只好就把他拽到了他自己的身后, 身后的胖子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就用尖刀顶开着舱门, 人没有出去之前, 我就把四个巴布罗的深水鱼枪就给探出去了, 枪头所指那全是幽暗海水, 舱外通道中的那条大鲨鱼, 他不见踪影了, 我侧身探出头, 身后的胖子举着探照灯, 像通道的远端照, 死水沉寂, 没有任何动静, 看来门外的鲨鱼, 它们已经游到别处去了, 众人观望清楚了, 这才算放了心, 一个接一个紧挨着就进了, 倾斜的通道就关闭了船长舱室的门, 现在我们面临两个选择, 一, 向上, 从船手离开, 马力献怒号回去补充驱杀计, 但是, 船手的出口离我们出水的位置还有一定的距离, 也难说在这一过程中就会遭到鲨鱼的袭击, 另外还有一个选择, 继续向船尾潜水, 此处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目标了, 如果这一次成功地捞出秦王赵古镜, 那就会免去第二次再潜入这个船的麻烦, 我稍加权衡, 我心想, 反正都要游回水面, 何必半途而飞呢, 不如捞出青头再撤回去, 以免稍后还要再次涉嫌, 在船舱的通道里, 至少不会受到鲨鱼的围攻, 比起沉船的外边, 那倒是安全多了, 我看了看水压表, 和水飞气压表上的读书, 都允许我们在水下展开进一步的行动, 我立即下了决心, 被真厚的三个同伴向下一指, 潜水小队便沿着倾斜的通道, 向沉船的深处继续前进, 绕过了一道由于船体损害而扭曲的铁门, 我们进入了一间宽阔的大厅, 这里至少占据了两三层船舱, 在大厅的海水之中, 到处都飘浮着杂乱的东西, 其中有五颜六色的筹码, 还有一些奢华的桌椅, 装饰用的名贵的植物, 以及一架翻倒在角落中的钢琴, 成百条细小的鱿鱼在水中来回的穿梭, 被潜水手电的亮光一照, 便纷纷积驱逃向了黑暗的水里, 嗖嗖的就在眼前掠过了, 仿佛在躲避着他们危险, 潜水至此, 暂时摆脱了鲨鱼群, 胡巴依忽然发现, 骨灾的背上, 沾着一层奇怪的黑色物体, 似乎附着一个人影, 他招呼众人, 赶紧离开这座恐怖的海底古船, 鬼吹灯第二步, 南海归虚, 正在播出, 这间大厅, 可能是这艘私家邮轮的核心区, 它可以进行舞会, 宴会, 赌博等各种有钱人的娱乐和社交活动, 按照图纸上的标注, 只要穿过邮轮的中央大厅, 就可以直接下到底层货舱里了, 胖子对我抬起手, 做了个翻扣的手势, 我知道, 他大概又想找借口, 要在这豪华游船中顺手牵羊, 反手摸瓜子, 要扫荡些黄白之物了, 我带他脑袋上打了个暴力, 填在哪儿过得上去, 抄那些不相干的财物, 我把手向底舱的方向一切, 还是找那面铜镜最为紧要, 我随后带队就前进了大厅的身处, 其余三个人紧随在后, 这时候, 骨灾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心想, 这小子干什么, 我让胖子举着强光探照灯往身后一扫, 我正好看见一头巨大的白沙, 正试图从外边的通道就挤入仓内的大厅, 这白沙的躯体啊, 那大的就像是一艘小型的潜水艇, 纵人一见无不大惊, 人人都从口中冒出了一大片白滑滑的气泡, 浪费了水, 沸中了一些宝贵的氧气, 这就是我们先前在船长使前的古道里, 遇到的那条大鲨鱼, 一开始误以为是一条虎沙, 这一回在探照灯下看的真切, 因为雪赋, 他竟是更加凶恶的, 嗜血的白沙, 这沙鱼血盘大口里, 搂着树牌倒刺般的历齿啊, 这要让他咬上一口, 你就是金刚罗汉, 你也受不了, 这个时候才开始清醒没有直接从沉船的内部上去, 否则定会在通道之中就狭路相逢, 我们携带的鱼腔上涂了剑血封口的剧毒, 最凶恶的海兽可以一击致命, 但是, 这白沙呀, 它太大了, 未必能在水下把它轻易的射上, 若是迎面撞见, 那鱼腔上的毒药如果发作烧慢, 潜水组前辈的成员必当会手当其冲, 被他一口就咬下半个身子去, 胖子手中举着炭热灯, 打在鲨鱼的头上, 我看着分明, 我知道, 正可以趁着大白沙钻进大厅的这一只机射地枪, 当下我拿捏好了时机, 抬手就射出鱼箭, 血力量也在同时用鱼箱射向了目标, 两只带着倒刺的锋绿鱼箭, 在水底就拽出了两道狂光, 恰死了流星闪电就直奔大白沙飞过去了, 可这大白沙, 他正猛地用力挤进大厅, 对他来说, 这船体的铜铁的苍板, 大概就跟硬纸壳差不多, 那一身千钧的巨力就撞得整条的沉船都是震颤不止, 恰好那架被卡住的钢琴由于船体的震颤猛烈, 就斜色的就滑出来了, 两枚鱼箭就全钉在了琴架子上, 那尾巨杀这时候也恰好闯进了大厅, 在水中与滑倒的钢琴就撞了个正着, 那架估计是很名贵的钢琴, 顿时就被这巨杀撞得是支离破碎了, 我见余见没有能够命中它, 沉船内的大厅之中水流激荡, 这钢琴的碎片在乱流里边到处的盘旋, 那个巨杀已经摇头摆尾的游下来了, 我赶紧和其余的三个人反身就前向了深处, 这时就是在和死神赛跑啊, 但是以我们的速度,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鲨鱼追到前, 到达前方的舱门啊, 我注意到附近有个小型的跃尺, 我打算迂回过去, 利用地形引开鲨鱼, 让其余的人先行掏盖, 然后呢, 我再另行想办法脱身, 但是这个想法还没等反射到身体的行动之上, 这倾斜的沉船就是猛的这么一阵, 原来在巨杀的撞击之下, 这船体似乎失去了支撑, 金属和水流那都在其异的颤抖, 马利先奴号沉船从中央大厅之处就缓缓的就断开了, 我们潜入了沉船, 都没有携带配重的铅块, 只有抓住船内的固定的东西, 遇到乌着落的地方, 便以潜水刀插入钢铁的缝隙, 借力逐步前向伸出的, 此时身后的巨杀猛追而来, 这船体忽然又从中裂开了一条大缝, 纵人的身子随着这么一震, 心知都不妙, 回头看, 又有数条鲨鱼从刚刚断裂的船身就游进了这条奢华的游轮的大钉, 一头虎沙来势汹汹, 蹭到了白色巨沙的身上, 那白沙被船体的震动所惊, 正有一股难以名状的鞋活儿呢, 那庞大的躯体一甩, 带动的水流将身后的几条鲨鱼就转得是歪歪斜斜, 我先给试个空子, 眼下除了马力仙奴号的货舱, 更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了, 我对其余的三个人连连挥手, 潜水小组的成员们头也不回的迅速就穿过了中央大厅, 兜的小半个圈子, 鱼罐就进入了后部那一处像是筹房的船舱了, 到了舱口了, 这谷彩他还不死心, 他还在不断的回头看着身后的鲨鱼, 他大概是想要过去拼个鱼死网破, 使他的白刃见血, 我按住了他的脑袋, 硬将他推进了船舱, 无话说, 土帮土城墙, 人帮人城王, 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之下, 任谁那都要避兮锋芒, 单凭你一个十五六岁的龙虎, 你怎么能对付得了这么多的凶残的鲨鱼, 现在那岂是逞能的时候啊? 我记得, 这图纸上, 这一间船舱上有两个出口, 连接大厅的那指示器, 另有一侧通向船底, 是前往货舱的捷径, 等断后进入其中, 但见厨房里面更是一片凌乱, 锅碗, 瓢盆, 各种造具, 东倒西歪的到处散落着, 我想要把洞开的舱门反锁了, 那巨杀虽然厉害, 却也不会轻易地撞破关闭的舱门, 但是舱底稍有扭曲, 那道门却怎么也不能合拢, 我灵机一动, 和胖子两个人把厨房里最大的厨棍就斜顶在门上, 这个时候, 门外的鲨鱼已经跟着就到了门前了, 撞得晚厨中的拉门全部散开, 里面无数破碎的瓷碟子稀里哗啦的就滚出来了, 但是, 橱棍被舱体和舱门之间形成的夹角支撑着, 还不至于被鲨鱼破门而入, 胖子随手在厨房里乱翻着, 他撒开了一层肉柜, 从中扯出了半扇腐烂的猪肉, 就推在了门前来, 他可能还指望鲨鱼进来之后, 看见猪肉就不咬人了, 哼, 我心想啊, 你呀, 你这才是当代的天方夜谭呢, 是到如今还能想出这种自欺其人的办法, 我估计这鲨鱼来者不善, 很可能就是附在骨菜背上的东西引来的, 否则他们也不会对潜水员如此的围追阻截, 我抬手就揪住胖子, 让他别再白费心机了, 看这厨房也不稳固, 还得继续往沉船的深处退啊, 啊, 货舱应该是船体后部结构最坚固的区域啊, 巡路撤到那里再做道理吧, 这个人在后半截沉船, 转了一个来回儿, 终于在一处铁梯下钉字形的通道里, 就找到了最底部的货舱了, 马力仙奴号邮轮, 他属于一位南洋的大富豪, 这个人不像明叔那样什么钱都赚, 他不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他连碰都不碰, 海底的星头, 墓中的名气, 凡是经过他的手里的过过的, 那几乎见劲都是国宝级的密切, 他这艘船那不同于一般的邮轮货船, 所以货舱不大, 但却是全船防护最为严密的部分, 舱体密闭, 防水防火耐压, 大到铜顶小刀眼睛中, 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相应的位置, 得到妥善的保存, 据船上幸存者回忆, 游轮在飓风中迷失了航向, 遇到海难之后, 船体下沉得很快, 甚至没有来得及疏散逃生, 几乎所有的船员和乘客都魂归大海, 这间货舱里的东西, 十有八九还留在原处没有被冻过, 如今沉入了闺须, 那已是无无主之物, 谁捞出来就是谁的了, 货舱前的通道里, 大部分的沉积物都涌到了这里了, 海水浑浊, 颜色更深, 潜水手电的照明范围几乎可以忽略不济了, 唯有使用波赛东支线, 强光水下探照灯, 才可以穿透七八米长的水波, 不过这种探照灯耗电量非常大, 一旦连续使用, 搁不了多久, 便要在水下更换电池, 所以潜水小组只携带了一架探照灯, 我们只好完全依靠仅有的强光探照灯, 四个人相互间保持着极近的距离, 我们看了看周围的地形, 摸到了密闭的货舱的边缘, 钢板门仍然是牢牢地关着的, 侧面有六道完好无损的锁栓, 就像是一个金属大棺材, 胖子是撬关破门的行家礼仪手, 他摸了摸锁栓的粗细和牢固的程度, 对我们挑起了大拇指示意拆开它不成问题, 私人邮轮里的货舱那就像是个小保险柜, 不过这保险柜只是为了预防万一, 那防备的呢都是宁门窍锁的小偷小摸, 船主做梦也想不到, 有人会用液压破拆器来硬性的拆门, 在金刚石炼锯的切割之下, 这区区几道锁栓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 我打了个手势, 让胖子抓紧时间, 开掉舱门, 并带着雪莉阳和古菜, 守住舱底的通道, 设置防线, 鱼剑都上了膛, 一旦有鲨鱼过来, 在这狭窄的水下的空间之内, 两只鱼剑是轮流射杀, 竟可以守得住一时三刻, 古菜呢, 用契罗换了一口气, 他握着龙虎短刀, 警惕地重视着水下的动静, 他并没有察觉到背后有什么异样, 不过我看到那片 黏在他纹身上的黑色的海水依旧存在, 不知道是不是这底舱的水龙太烂, 还是那片黑水越来越多, 他整片的后背都好像被漠染过, 比先前在船长势中更严重了, 雪莉阳也发现了这个状况, 我对他摆了摆手, 表示我也没办法, 我不知道古菜的背上究竟是什么东西, 摸也抹不去, 擦也擦不掉, 在进一步确认真相之前, 只好是警官欺变, 或者是等回到水面再想办法了, 时间是一分一秒的过去, 矿子终于解决掉了舱门上的最后一道锁栓, 我暗中感谢捞青头的祖师爷, 鱼主保佑啊, 大伙一起动手就撬开了舱门, 我随即将探照灯的灯头指向其中, 这密货舱内部还有一道闸口, 开启之后, 海水立刻就跟着灌进去了, 货舱内的结构像是个大货架子, 摆了三个古朴的檀木的大盒子, 秦王赵古静啊, 他不知道装在哪个里边, 我把探照灯交给了古彩, 让他帮我们举着, 雪立扬则握着鱼腔防备着有鲨鱼带接近, 我和胖子动手去撬那些木箱子, 檀木能够防虫和防潮, 所以呢, 收藏古玩的行家都喜欢把古物纳入檀木制造的藏宝盒里, 这种东西我见过不少, 我分别用手晃, 便知道三个檀木盒子里的有一个是空的, 我随手就撇到了一旁, 撬开另外两个, 其中一个里面装了一套翡翠宝衣, 用盼照灯子每一照, 在漆黑的海水之中仍然掩盖不住他的流光和溢彩, 他的整件衣服都嵌满了珠宝, 那款式非常的奇特, 带有强烈的宗教的特征, 极为罕见, 我多少也懂得一些佛教的典故, 可能这套翡翠宝衣是泰国等佛法昌盛之地给寺庙里金身佛像穿戴供奉的衣堪, 只有职位极高的僧侣在佛教传统节日之中, 才有资格给金佛穿戴, 供帝王贵咒, 朝拜坟乡, 普通老百姓在一生当中就连看他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啊,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天意啊, 我心里头一阵狂跳, 这件镜头还实在有够疼手啊, 其实, 盗墓摸金呢就是奔宝卫来的, 不过, 世上之物能够称之为宝的, 也分好几个档次, 普通的名气已经是价值不凡了, 交易出手呢就可获暴力, 不过, 有些世上含有的神器, 你即便是弄到手里, 也不一定能够卖得出去, 那种价值连城的东西, 那根本就不应该落在凡夫俗子的手里, 这套天意, 也不知道是东南亚哪处寺庙里的镇寺之宝啊, 他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方呢, 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 我心想, 同样那都是玩名气捞青头的, 可你看, 人家这游轮的船主, 人家倒腾的那都是什么货色啊, 可谓是贼胆包天呐, 连佛爷的东西都敢私自犯运呐, 胖子呢, 他更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几乎为之, 手无足蹈了, 而且呢, 他毫不矜持, 他没什么不好意思, 他伸出手来就卷了翡翠宝衣, 他就塞在了身上的潜水邪行袋里了, 我拖过第二个藏宝盒, 这个时候, 满脑子里还尽是天衣的珠光宝器, 我随手就撬开了盒盖, 为了防备, 他的镜背朝着外, 有众人就躲在了侧面了, 檀木藏宝盒刚一起开, 我就觉得, 阴暗的水中是寒意逼人, 虽然身上的潜水服可以有效地防止低体温症, 但是, 这个时候就好像抵挡不住这檀木匣子里涌出的一股阴寒, 就像是三九天喝了一大碗冰冷的雪水, 在全身上下不由自主的就是一阵的头, 这种感受除了我之外, 这其余的三个人好像也都有啊, 所有人的目光, 竟都随着这探照灯落入了木匣了, 只见一片古老的铜镜, 它就短短正正地摆在了里面, 镜面磨损的比较严重已经是模糊难辨了, 自动有铜柱的鱼龙纹路, 那底部的左侧是一条传说中东海才有的四脚鱼, 这种四脚鱼形色人体面目十分的可憎, 在海水中托举着骨鸡, 铜镜造型并不对称和骨正, 却有一种, 离开玛丽贤墓号之前, 众人决定前到货仓中寻找一些有价值的青头, 竟然真的发现了传说中宛如鬼附天宫所造的秦王赵虎经, 鬼吹灯第二步, 南海归虚, 正在播出。 以前在北京攀家园, 大金牙曾经跟我说过, 这世上值钱的古董啊, 几乎渐渐那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 被无数的人收藏把玩, 或是在坟墓中与世隔绝, 就造就了古物自身的风骨和性格, 这真东西拿在手里啊, 会带给人一种往事月千年, 在沧海桑田世事变化中追谷腐经的那种特殊的感觉, 如果常年与古董和名气打交道, 这种难以言议的感觉呢, 就会更为强烈, 在鉴别古丸真伪的办法中, 这直觉那是最关键, 也是最难学和最难掌握的, 或者可以说, 这种本事那不是能学来的, 如果不是在古董堆里, 你摸爬滚打个几年, 你根本就不可能入门, 凭的那就是自身的悟性和阅历,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打金牙那种对古物的敏锐的洞察力和特殊的直觉, 但藏宝盒在水下一开, 那股仿佛来自冥冥中无影无形的压迫感, 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 无需加以鉴别, 这一面古镜, 那肯定就是秦王赵古镜啊, 我暗赞一生啊, 真是件玩意儿啊, 想不到踏破铁鞋, 无觅处得来, 全不费功夫啊, 这货真价实的宝物就摆在了眼前啊, 官知令人心慌, 我还不太敢相信, 这就是真的, 而且为了这面古镜, 那已经搭上了一条人命了, 从我的价值观来看, 那是不值得的, 在一件西式国宝和一条普通的弹民的性命之间, 我宁可选择后者, 但是, 既然已经付出了代价, 这东西呢, 那肯定是要带回去, 想到这儿, 我抬手就抄起了通信, 旁边的雪梨阳赶紧包我的手给按住了, 我知道, 他是怕我忘了, 这秦王赵古镜不可以静背一面照到活人, 我对雪梨阳点了点头, 我让他不用担心, 我知道这古镜的危险, 我小心翼翼地把他端在手里头, 准备要先用锦段把他裹起来, 然后纳入邪心袋带出了水面, 在回去之前, 这袋子我就不离身了, 古镜呢, 也绝不取出来, 等交到陈教授的手里边, 那就算了却了一桩大事, 眼看我们这次出海的目的, 那就要达成了, 可这陈船呢, 他偏偏又出了岔子, 倾斜的玛丽仙奴号的船手, 一直被海底的废墟的遗迹所支撑, 在船体中部裂开之后呢, 后部船身受到了海底潜流的带动, 逐渐的就沉入了水底那艘古代帆船的残骸里了, 那腐朽不堪的沐船终于承受不住, 龙骨就忽然被压断了, 玛丽仙奴号顿时就滑入了深水了, 船舱中突然就好像天翻地覆了, 我们在里面感到了一阵悬晕和窒息, 不知是不是我的水肺被撞漏了, 咕咚咕咚地冒出了无数白滑滑的气泡, 探照灯碰在舱壁上, 被撞得接触不良, 也随机灭了, 在漆黑的水里, 我手里捧着的秦王赵古镜, 在混乱的晃动中就掉在地上了, 等沉船落在附近的废墟的石柱上停住, 我赶紧去重新摸到了同性, 索性未曾失落和损毁, 这个时候, 骨猜在探照灯上一通的乱拍, 这接触不良的水下的探照灯又重新被他给拍亮, 光是一闪, 是我下意识地看那眼手中的古镜, 刚才在水里黑灯瞎火, 只顾着把他给捡回来了, 却没有注意到这近身的反证了, 一看啊, 当时头皮就麻了, 秦王赵古镜的背影之面就在眼前, 一阵混乱之下, 我竟然鬼使身差地把秦王赵古镜的背面就举到了自己的面前, 这水底的环境太暗了, 我根本就看不清楚这镜子里面它有什么, 只是一片黑衣物和深邃, 我心里就觉得好生古怪啊, 这秦王赵古镜的背面, 它怎么会黑得像是被烟熏火了过一般呢? 我想看个究竟, 我急忙抬手捉住古猜局的探照灯的手臂, 把灯光压到近身, 我想看个仔细, 你原来, 这铜镜的背面啊, 被人用火器给封了, 这梯上还有避邪符印的压痕啊, 我心里头一动, 邮轮的船主, 他大概也知道这古镜鞋门, 他干脆就把这镜被给盖住了, 在收藏鉴赏或者是贩运的过程中, 就安全了很多, 如此看来三人成虎, 秦王赵古镜是不祥之物的传说, 那多半也不几啊, 我随即把古镜就揣进了潜水邪行袋, 对众人一拍袋子口, 得手了, 收队, 撤退, 雪丽阳帮忙将我背后泄漏的水费泄掉, 潜水任务已经接近完成了, 一组两个的氧气瓶少了一个, 倒无关紧要, 不过雪丽阳还是轻轻地推了我一把, 似乎是怪我胆大貌似, 竟敢拿着镜子去看那镜被儿, 万一这古镜的阴面没被遮住, 那可以怎么办呢? 我心想, 已经当面照过了, 就算不用探照灯看个清楚, 那也晚了, 我可不会像古猜那样, 两眼直勾勾的, 在水里逮谁就想跟谁动刀子, 如果事先不掂量掂量轻重缓急, 我根本就不会貌人去看那镜子的背面, 但是, 在水底难以分手, 我只好做了个向上的手势, 准备率领潜水小队离开马拉仙奴号, 这个时候, 沉船的船尾陷入了水底的一处浮流, 在潜涌的冲击之下, 那船体钢筋的龙骨不停地打着铲, 在底舱那感觉是非常真切的, 沉船大厅那段路有鲨鱼触摸, 我们只好另寻出路, 四个人这个时候就转到了船子了, 一间船舱里有一处破掉的悬窗, 船外呢, 与另一艘微帆木船的残骸之间暗流几卷, 我正想出去看看能否从这里上去, 水里羊雀抢了个仙, 他从悬窗探出了身份, 对我们一招手, 示意, 折以离开, 我让胖子和古猜把沉重的破柴工具给丢了, 便握了潜水刀, 跟着雪里羊从悬窗就钻出去了, 那身边的乱流一阵尽丝一阵, 水的浮力似乎都失去了作用, 只有扒住沉船上的缝隙才能够勉强地向上的前进, 我和雪里羊在沉船之外, 见乱流虽多, 却可以强行通过, 船外呢, 也没那么多污水, 不像舱内浑浊黑暗, 于是, 就将胖子和古猜先后都接应出来, 我不仍发现乱流有意义, 我接过了潜水探照灯, 低头看了看水深处, 马力仙奴号巨大的螺旋桨, 在暗流中不停地旋转着, 按说这船的动力早就失去了, 在船舱里也没感到发动机有工作的迹象, 可这艘沉船它就像闹鬼似的, 底部的螺旋桨在这个时候竟然就冻起来了, 我想要匆匆地撤离, 可水下乱流汹涌, 若不抓住沉船就难以接近水面, 而船尾的螺旋桨却呼呼地狂转, 将浮流中的沐船的残骸就卷了个粉碎, 那船底的碎片随着乱流来回地涌动, 马力仙奴号也山摇地洞般地震荡不已, 我们附在沉船上想固定住身体都格外地吃紧, 更别提想向上移动, 水下这只突如袭来的震颤, 突然中止了, 螺旋桨竹突然冒出一股悬动的水流, 在漆黑的水底盘出了几条满是溪盘的巨大的出手, 好像一条灰色的大海蛇, 它就顺着沉船爬上来了, 原来马力仙奴号沉入闺须之中, 他正好压住了大王乌贼的洞穴, 把他困在里边, 大王乌贼平时仅靠伸出触手捕食金锅洞口的水族, 可能刚刚就是他在拨动沉船的螺旋桨的桨印, 感到有活物爬出了沉船, 便立刻伸出了长长的触手, 我看见水下的青灰色的巨物紧贴着沉船就吸过来了, 我不由得心胆剧烈, 若是在陆地上撞上什么僵尸, 一瘦或咬咬牙至少还能够舍命逃跑, 但是在深水之下, 水压使人的行动缓慢, 难有作为, 深海中的大王乌贼能够拖沉船只, 若非沉重的游轮也压他不住, 我们四个人都知道其中的厉害, 只好攀住着船身在乱流之中拼命地向上, 而人的行动再快, 在水下又怎么快得过深海的怪兽呢? 一条粗如水缸的灰白的处族, 煞石之间便已经到了身后了, 乱流之中我手中拿捏不稳, 我在东芝县水下照明灯尸手落下, 当即被大王乌贼的触手给卷住了, 灯光立刻就灭了, 十几公斤沉的探照灯, 在长满了锡盘的处族之中, 立刻就被卷成了一团碎纸片。 大王乌贼甩掉了探照灯, 猛然地伸展处族, 朝着骨菜, 灯头就盖下来了。 大足下的密密麻麻的大小的锡盘, 像是无数只忽然睁开了眼睛。 骨菜在沉船上, 回头一望, 饶石他在水下汗涌绝伦啊, 但是他毕竟年纪还小, 他也不禁, 惊得呆了, 就愣在那儿, 竟然忘了躲避和抵挡。 我正好在他的身旁, 我见骨菜已经梦了。 他虽是透海的龙护遗族, 但还属于井里的蛤蟆, 他没见过多大的天, 他根本不知道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我救人心切, 顺手从潜水袋里就拽出了一发冷烟火。 我拍着了, 拼命地就向骨菜的身后递过去。 那水中白色的火光使人的眼睛一亮, 刚好就戳在了大王乌贼处族的内侧。 一阵白烟, 那密集的吸盘急速的收缩, 手精般的就退回去了, 摆动团结的水流就如同秋风翻叶, 剪斜把我们一并都吸到了水底下。 落下去的冷烟火, 照着沉船的底部, 一片血量, 可以看到底部是许多古船堆积的残骸。 沉船螺旋桨的蒋业之间, 乌蒙蒙的一团事物, 那似乎就是大王乌贼的巢穴。 其中, 两只畜族最长, 平时那都是以死捕捉鱼侠而食的。 这个时候, 一族缩回, 另一万族仍然顺着船身就探过来了。 我和胖子把身上带着的几枚应急用的冷烟火, 一股脑就抛下去了。 大王乌贼畏惧烟火, 不得不连连地挥动畜族在拨挡着。 我十分清楚, 这大王乌贼这万族啊, 他能够拖拽猪牛下水, 一旦被他裹住, 不用等到被拖走吃了, 你当场就会筋骨寸断而死。 但是, 这家伙他被困在洞穴里, 他伸展的距离是有限的, 只有尽快地攀上沉船的中骨才能脱险, 可是急于应付的这两条巨蟒般的万族, 又哪里抽得出身撤向水面呢? 眼看不满眼撞吸盘的处族再次就吸过来了, 是我伸手向戴了一摸, 冷烟火没了。 鱼枪虽然带有剧毒, 可对付体型较小的鲨鱼还管用, 想射杀皮操肉厚体大如山的乌贼王, 却不领用了。 我见一条伸展开的巨大的处族就举在了身后, 立刻就会一拍而下, 而胖子和骨菜就慌了神了, 众人要用潜水刀去刺。 我心想啊, 蚂蚁难以撼住, 这防身用的潜水刀你怎么能伤得它分毫啊? 可这时候除了垂死挣扎, 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时候, 我忽然灵激动, 我对众人做了个下潜的手势, 我拽住了距离最近的雪梨阳, 顺着一股向下的乱流就直入水底, 胖子也揪住了骨菜的膀子, 跟着就下来了。 两个人连接, 防止被暗流冲散。 在各种沉船堆居的残骸的洞穴之中, 很快便到了沉船尾部的螺旋桨的附近。 众人撑住巨大的桨印, 定住了身体。 而在这个时候, 大王乌贼从螺旋桨的缝隙中探出了他的万族, 还在我们先前停留的位置, 紧紧地贴着沉船在搜寻着猎物。 蒋业后的狭小的区域, 反倒是他难以触击的死角了。 我把潜水刀收起来, 在挂在胸前的潜水手垫的照射之下, 看了看身前蠕动着的乌贼的万族, 对其余三个人指着是螺旋蒋业的夜扇, 让大伙儿协力推动, 其余三个人立刻领会了我的意图。 在水下悬动蒋业, 当作脚盘去切断大王乌贼探出来的万族。 这沉船的螺旋桨的前轴已经折断了, 失去了固定的蒋业, 被水流抽动都可以空转。 在水底转动他那是并不吃力的, 而且我们知道大王乌贼的力量很大, 螺旋桨未必能够切断他坚韧的万族, 所以一上来就使出了权力, 留情不下手, 下手不留情, 生死相拼之下连吃奶的劲都使上。 洞穴身处的大王乌贼毫无准备, 蒋业这么一悬, 他的万族立刻就脚在里面, 流出了一股股的乌血, 他吃疼之下也就慌了。 没跟沉船尾部的脚肉鸡较劲, 反而是想随着转动抽出他那受伤的万族, 不料这样反而把响印悬得是更紧了, 于是他骑着根就被切掉了一条处腕, 另一条呢也只脸着一半了, 等他明白过来, 已经晚了。 洞内其余的几条短足赶紧伸出来, 往反方向去拧那个响印, 终于抽出了受了重伤的残存的出租。 水底都被他的血给搅浑了, 手经吃疼之下喷出滚滚的浓墨, 那更是染得身手不见五指。 那堵弯一断, 剩下的几条短弯便也没有太大的威胁。 我摸到其余的同伴, 把他们往上一推, 众人接到了信号, 迅速在漆黑的乱流之中攀着沉船, 就游向水面。 众人得脱大难, 都有些失魂落魄, 我心里边也秃秃的狂跳。 在血腥的浓烈的水中游出来, 看看其余三个人都没有受伤, 赶紧互相打了个手势, 尽快离开这充满危险的水底。 但潜水后返回水面, 必须有节奏地按计划缓缓地进行, 还要在减压县附近稍作停留, 否则这水压的变化带来的潜水病, 便会使血液中出现气泡, 重则致命的。 所以心里随即, 也不敢贸然上升。 我们攀着沉船的船底, 游到了玛丽仙奴号中央大厅的断裂处的时候, 水底产生的乱流浅涌的力量, 便已经逐渐弱下来了。 沉船中的那些鲨鱼, 不知是否还在那里边。 船体巨大的裂缝, 可以使它们自由出入, 也可能它们会被水底的血腥引开, 无论如何。 船体巨大的鲨鱼, 不知是否还在那里边, 不知是否还在那里边, 不知是否还在那里边,